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DIC 0027GHLW42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1920 X1080 视频框高848 X480燃量50% 视频接应 HTTP SCDNAPD 495-D723A8AF4C3C80 X73CE5DD516V SMT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属错误吗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7日21.0315秒 播放流水 245457DDEC 1329 1681FA8114F9DEC470 201本地日志 点击下载 点击清楚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前瞻 河南建业VS广州恒大 恒大及时反弹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R PUSHVDK002GTHLW42 IMJHTTP NOOSGTIMG.COM NOOSUP LS048330895316404800 XWINDOWDATAVIDEOUSHVS广州恒大 恒大急需反弹 时长约两分两秒 腾讯体育8月15日 逊中超低18轮的较量 未免冠军广州恒大将 做客航海体育场面对 恒大建业 建业结束而连可回到主场 严峻的保际形势之下 渴望抢分 而恒大刚刚在亚太面前被阻 对类已经被自己五连杀的建业 能否重回胜利 会到 分析师 盯不住奥古跟不上巴坎布达连巴人防守 那国安没辙 二十点直播 进直播室 看点一 布置亚太 建业在当恒大阻击者 从2011赛季开始 建业与恒大有过十五次交手 取得了两胜两平十一负的成绩 尽管战绩全面处于下风 不过建业面对恒大也是有不错的回忆 2014年 建业曾在足协杯2比1淘汰恒大 随后到2015赛季 建业又以同样的比分赛中超赛场战胜过恒大 这一次作战主场日帝 建业能否像亚太那样 重新找回克制恒大的办法 看点二 封建业五连胜 恒大盼郑州带走三分 恒大最近面对的泰达和亚太 此前一度都是自己的送分从此 泰达继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而亚太却不甘心再让恒大斩获三分 最凶让未免冠军在长春折击 建业2015赛季 面对恒大一顺一品保持不败之后 从2016赛季开始面对恒大已经五连败 而且无偿比赛丢掉了11球 这一战是建业只助逢恒大连败的颓势 还是恒大实现对建业的六连杀 看点三 航海新草皮绿迪 从对阵生花的比赛开始 航海体育 场的草皮就被对手主帅诟病 吴金贵和奥拉罗游 都不满航海的菜地 趁着此前两轮建业都是在客场作战 航海终于重新铺设草皮 两队将在换然一新的草皮上作战 建业的主场优势 会不会就此失去 看点四 建业重回主场 恒大四联合最后一战 结束了连续两轮的作客天津之旅后 建业半个月来重返主场作战 而恒大的客场之旅还在继续 从长春直接飞到了郑州 从体能状况上来看 两队此前都是连续作客 建业占不了太多的便宜 恒大能否带这一场胜利从而重返主场 看点五 张外龙抓着恒大 执教清道中门期间 张外龙就带队包脑战胜过恒大 而从2016赛季开始执教重庆 张外龙又在那一年的首轮带领重庆阻击了恒大 2017赛季恒大面对中下游球队 只有一场比赛未能拿下 就是客场 2比2占平了张外龙的重庆 如今张外龙又成为建业主帅 还会继续自己恒大科兴的神话 值得一提的是 在重庆期间带队拿下恒大 张外龙靠的小摩托费尔难多 而建业阵中也有八所哥这批快马 看点六 建业进攻最差 全靠离卡多 17轮比赛只收获14球 建业是目前中潮进攻力最差的球队 距离进攻第二差的人和 已经被拉开了三球差距 卡兰加继续处在停赛期 张外龙回下只有李卡多 八所哥和一我三名外援可用 除了八所哥的速度 只能依赖此前状态不错的李卡多 而且除了卡兰加的停赛之外 王上元因足界的回避条款 但罗则要高贯免战牌 看点七 两强人状态下滑 阿兰仍无机会 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是恒大间歇期后 以赌取得四连胜的关键人物 但上周末和要太的对决 两人的状态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解禁之后的阿兰 则一直得不到卡纳瓦罗的青睐 在保卡组合无法延续此前状态的情况下 卡纳瓦罗会不起用阿兰 看点八 保际争冠 结不容有失 国安取胜后 恒大已经被闪开了九分的差距 和建业的对决不容有失 没有取胜才能继续向国安施压 如果无法在航海体育场拿到三分 恒大将成为争冠四队中第一个调队的 对于主队建业来说同样不容有失 大连的需求 是建业拉开和降级区差距的机会 然而前提是要在恒大身上拿分 扎库米 重点推荐 弹龙绝杀恒大平气奔兔兽射手 几辆鸭屋为斩获中超英雄 恒大发客战建业海报 坚持信念斯科兴出击不见阿兰 乱建恒大 输球权是卡纳软罗的国 别急着想念斯科拉里